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土团踢掉老马之后 老马在土团老马是要跟西蒙合作的派 慕尤丁是要跟回教党合作的派 所以他们造成分裂 所以在这一点之上你应该支持老马 所以我们要就事论事的原因在那里 很多事情我们反对老马 但是在政治立场这一点之上 支持一开始的时候 他支持的是西蒙 他要跟西蒙合作 包括他儿子都是 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后来当然老马 一直要跟西蒙 西蒙不要他 老马也TL了 然后现在也不要西蒙 他自己走第三条路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分析 说老马要去跟国盟 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第二点 老马为什么当时会退出斗士党 他自己所创立的党 我们之前有个讲题特别讲了 很多人说老马现在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满 我跟你说并不是他其实是探寻更多方案 因为有他在 斗士党是很难去跟西蒙谈的 安华不可能接受老马 行动党可能会 诚信党可能会 公正党不可能会 尤其是现在的公正党 所以你要跟西蒙谈 老马不可以在里面 同样的你要跟国盟谈 你要跟土团党谈 老马也不能在里面 全世界都会道歉 只有老马是不会道歉的 你叫穆克里道歉 我之前的路线错了 我要加入回土团党 我现在意识到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穆尤丁绝对可以讲这样子的话 但是老马是不会讲样子的话的 绝对不会 老马的性格死然 而且他地位到这么高 他到90多岁了 做了马来西亚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执掌权力最久 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两次出任首相的人 他不需要这样子低声下去 所以造就了他不会这样子做的原因 他退出其实是给穆克里去找两方面谈 所以之前有谣传老马要加入国盟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老马要加入国盟 他就不用退出土团党 只要他拉下他的劳念 道歉 其实老马的威望对国盟还是有一点点加分 虽然这个加分并不是很多 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所以也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点就是前两天才发生的 就是消息传输 国盟正式拒绝斗士党的加入 我之前分析了 斗士党对国盟是没有加分的 是没有加分 尤其对土团 你对回教党也是一样 我在几打州这么强 你斗士党基本就在几打 而且在几打你也输到迫该 那现在你看到你输到迫该 你要加入我 你还要分一席 我分一席给你都嫌多 我们已经升多州少了 已经不够分了 民政党在几打州 大家回顾一下 民政党在几打州 一席都没有分到 所以民政党坟头上的草 这个是很久以前就讲的 到现在还是一样 你跟回教党合作 你这样子卑躬屈膝 非穆斯林的票拿不到 穆斯林看到你是华人 也不投给你 保守派穆斯林看到你是华人 因为照哈迪阿旺讲的 哈迪阿旺自己讲 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穆斯林要投给穆斯林 所以民政党如果对到巫统 你说保守派穆斯林会投给谁 所以民政党真的 很可悲的一个境地 所以国门正式拒绝 都是党的加入 这些事情 大家要心里有底 要知道了 讲了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要先讲 因为等一下我在分析的时候 会引用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事情 先讲清楚 给大家有一个了解 那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主题 老马办 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他有一个马来宣言 其实显示了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follow 其实主要的政治人 沙比里 西沙穆丁 哈迪阿旺 慕尤丁 安华 我都有follow Najib我也有follow 可是之前给他blog了 blog了很久了 所以我没有follow到 我只有用我儿子的account 才可以开 可是我儿子的account 在另一个手机 所以我也很少去看 Najib 老实讲我很少去follow Najib的东西 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follow老马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老马近几个月来 讲的话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极端 包括大概两三个月之前 两三个礼拜之前 当时Ramasami 他有挑起一个课题 就是公务员体系 太过单元化的情况 然后大家都有骂Ramasami 其实Ramasami讲的话 是没有错的 我把立场撂在这里 我之前的讲题也有讲到 Ramasami是没有错的 但是Ramasami后来 跟老马又有一些牵扯 说老马你也是印度人 所以老马专门回了一个贴文 标题就是Ramasami 有看到的读 有发个5 发一个5 专门回了Ramasami 这一个贴文 他里面直接说 华人马来人就是 老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直接说过 我们是外来者的 他之前是称呼 我们是马来人 是华人 是印度人 他承认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我们要放弃 因为我们要团结 我们应该 不要用自己的语言 要像印尼 要像泰国一样 像菲律宾一样 这是老马的老调 他讲了几十年 但是你看回去老马之前 是从来没有讲 我们是本达当的 没有 都是那些低下 比较低下阶层的政客 在挑起这一点 比较高等的 也不会讲我们是本达当 但是老马在他那个贴文里面 是直接讲 华人印度人是本达当 你们只要有一天 不放弃你自己的文化 不愿意以马来文化为尊 那你就依然是本达当 所以马哈迪 他现在是越走越极端 本来他就极端 他是种族主义的大魔头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但现在他比以前的极端 还要极端 原因是什么 包括他要举办 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你看他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他虽然举办不成 他四个场地都被取消 可是他里面的内容 也是在讲马来人 被剥削被怎样 大家还记得2018年 马哈迪有出席一个 马来宣言大会 很多人讲是马哈迪举办的 这是错的 你看回马哈迪 你在那场演讲讲的话 他没有讲华人是本达当 没有讲华人的错 他整个演讲 马来宣言大会 他在骂马来同胞 到现在那子里都在讲老马 你掌权的时候 只会骂马来人 就是为什么 因为老马一直都在 他有权力的时候 他确实是在骂马来人 说他们懒惰 说他们容易善忘 说他们只会阿里巴巴 有功成就pass给华人 所以我们的新经济政策 一直不能成功 对不对 你可以看回马来宣言大集会 老马是去骂马来同胞的 所以那子里在昨天还是今天 会特地讲你掌权的时候 只会骂马来人 你现在要帮马来人 你是在演戏 这样子的话 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老马比以前还要更加保守 大家思考一下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很直接很简单 政治利益 因为老马现在四个字 穷途末路 他被两大阵营所排挤 西蒙国盟都不要他 都排挤他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 然后他自己独立出来 自己创立的斗士党 成绩还要差过瓦里山 瓦里山西马过来的 老马在自己的几打州的成绩 都还比瓦里山 瓦里山还有可以保住安贵金 还有可以拿几千票的候选人 老马自己 他儿子自己都拿不到 所以他现在属于一个走投无路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他要跟他儿子分道扬镳 让他的儿子可以有机会 去跟这两大阵营来谈 但是如我们所料 如我们所分析的 两大阵营都不要他 所以现在很明显一个情况是什么 有没有老马 你跟你儿子 现在基本都是走投无路的情况 所以在走投无路之下 老马有什么选择 只能更极端一点 因为开明 你开明不过西蒙 肯定开明不过 人家有行动党 马来西亚最开明的政党 就是行动党 我们直接讲 最开明最改革的 我们希望行动党不要变 希望行动党坚守这一点 他是一直以来 马来西亚最开明的力量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只有他喊出来这一点 民政党一度也有这样子的理念 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 还有塞胡仙 Professor塞胡仙 他们在里面的时候 也是往这个方向去 但是后来 他们慢慢安乐于自己 滑稽政党的代表之中 把自己视为华人政党 所以预示着民政党的没落 我在2008年就写了这样子的文章 民政党抛弃自己的路线 去依附在国阵 把自己变为华人政党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自寻死路的事情 必定是完蛋的 只是吃货找罢了 你绑在大树之下 你不用这么快死 但你最终还会死 所以火箭行动党 绝对要借鉴这一点 你在联合政府里面 不要自视为你是华人代表 你要知道你是全民代表改革路线的政党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但是扯远了 我不是要讲行动党 今天我们讲回老马 所以老马不可能去比开明 去比改革 比进步 因为人家问你一句话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做首相的时候 你这么保守 为什么你做首相的时候 你这么极端 你现在要讲改革 你要我们讲相信你 你现在讲你要废除内安法令 内安法令 保草行动 都是你的统治之下搞出来 用到出神入化的 你现在跟我讲 你要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 我们都知道 司法危机1988年 是你搞出来的 所以老马不可能去竞争 那老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竞争保守 老马要比保守 他是可以赢得过国盟的 所以老马只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进来的老马 非常非常的保守 连本达当这样子的话 都可以讲出来 之前他来过我们的直播 我直接问他 你是不是视我们为外人 他回答不是 但是现在你去看他的文章 他是直接这样子写的 所以原因就在于 还是政治利益 他已经无路可走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蛮烂人唏嘘的情况 一带枭雄 最后要以这样子的情况 他现在在跟国盟比极端 希望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 国盟有宗教极端 宗教极端没有人可以赢回教党 但是老马走的不是宗教极端 他是民族主义的极端 种族的极端 种族的保守 所以他可以跟回教党竞争 而他要赢过的对象是土团 是乌统 我要比你保守 我要比你极端 那马来选民保守马来选票 就会往我这边倒 这是老马要走的一个路线 所以大家要看明白其中的道理 但是老实讲 我在好几个月前 甚至一两年前 我就说老马已经过时了 90多岁 就算是他最铁杆的支持者 就算是他的家人 都心里都知道 你应该退下来了 为了你好 马来西亚真的 江山带有人才出 你老了 你没有那个精力了 你的思维也跟 没有以前这样敏捷了 你的魄力也没有之前这样强了 所以你退下来 他的家人也是公开讲 希望老马可以退下来 可是他自己不要 所以现在 就连他最亲近的支持者 像我去朗高威 真的朗高威有很多老马的支持者 很多 他们 就算是支持老马的 他们票也不会投给他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给老马休息 才是对他最好的情况 做了两次首相的人 儿孙满堂的人 活到98岁 扶寿权归 这四个字 放在马来西亚 放在老马身上是最适合的 在马来西亚 放在老马身上是最适合的 对不对 扶寿权归 所以很多人讲 他活到这么年长 就是要给他受苦 老马有受什么苦 大家不要一厢情愿 不要一厢情愿 很多人想看他受苦 但是老马并没有 到现在 没有一个执法当局 是调查老马 老马一天牢都没有 扑到你说他受什么苦 所以不要太过一厢情愿 所以 就连他 最支持他的人 甚至是他的家人 都知道 在政治之上 其实他已经没有 已经来到了尽头的 可是老马就是这样子的 牛脾气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要fight到最后一口气 这可能也是因为 他会偿命的原因 会一直奋斗下去 有一个目标在那边 所以老马 他 其实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可能在东山再起了 我们直接讲 没有可能在东山 他不是塞沙丁 塞沙丁30岁左右 还有大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姆达 遮服一个10年20年 等到 这个开明旗帜 后续无人的时候 他可以接过这个旗帜 所以 还有很多可能性 凯利也是一样 但老马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可是他本身 我不知道是他自己 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还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所以他还一直在奋斗下去 所以 这是一个蛮令人唏嘘的事情 但是老马走这条路 老马走这条路 有用吗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 没有用 不可能有用 因为他的政治生涯 已经来到末路了 不像之前他 发生的时候 18岁的时候 那时他们第二度认像 人家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 你下台了之后 你说你要继承人的事情 人家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 所以你要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当时老马也一样是低谷 也一样到了低谷 他连在自己的古邦巴苏区步 要竞选一个代表 都选不上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他是被 也是耻辱性的惨败 在自己经营了几十年 做首相的区步 古邦巴苏都选不上 可是他最后可以王者归来 再当上首相 但现在不一样的情况 他又老了十多岁 而且机会已经给他了 你也第二次登上首相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都是一项记录 那你还要再回来 没有人会给你这样子的机会了 所以老马现在他这样子去奋斗 大走极端路线 大家思考一下真正得力的人是谁 他其实老马想要这样子 就是要跟土团竞争 巫通已经不保守了 因为他跟火箭在一起 所以保守票会更为集中在土团 老马的如意算盘是 我要更保守 我要分 巴萨都 分国盟的保守票 只要分到一点 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 老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 可是他现在大走保守路线 真正得意的是国盟 因为保守选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不管你认为老马保守一点好 还是像慕尤丁他们这样 没有太过保守 输给老马一点的保守 但是共同的敌人都是西蒙 而马来选票是很精明的选票 我们在大选前就已经分析了 气宝效应会操作 但巫统的声势越来越下滑 大家还记得吗 我在大选前一个礼拜 就分析给大家 国盟土团的成绩会好过巫统 为什么 因为气宝效应的风已经出来了 马来选票非常的聪明 很多人觉得马来同胞不会投票 这是错误的 比华人还聪明得多 他们对于气宝效应 对于平衡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当他们知道巫统很可能会大败的时候 选票马上集中到国盟这一边 当巫统不再值得支持的时候 他们依然淘气支持了60多年 执掌了60多年的巫统 然后支持国盟 让国盟出现一个大胜的情况 所以同样的情况放在现在 老马大走超级极端的路线 你看国盟 你看慕尤丁 慕尤丁退下来了之后 反而没有那么保守 当哈迪阿旺说 非穆斯林贪腐跟言论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有开直播大力抨击的 慕尤丁还站出来 在回教掌的大会 在击打所击刑的大会 慕尤丁站出来 我不同意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讲是不对的 还记得吗 他反而收敛了一点 所以老马是想要展现出自己这一点来收割选票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保守选票而言 如果我们是指保守选票 保守选票而言 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在 所以我们还是要投给最有机会赢的那一方 所以老马炒作的越极端 其实是帮土团在减少压力 我不用极端的 只要老马去炒作 这些保守的选民 他们知道我们要投给我们自己人 我们要投给保守的一方 但是他不会投给老马 因为投给你 选票是等于拿去丢进大海的 选票 我就只能投给伯萨都 伯萨都跟 他们是保守派的代表 可能没有老马这么突出的保守 但是也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我选他是没有问题的 最重要我们要达到西蒙 所以老马这样子做 最终得意的是国盟 这就是为什么 谣传到沸沸扬扬 老马要加入国盟 我不认为这个是事实 老马要加入国盟 他就不会一直在酸小木油丁了 在那边暗讽 明讽 讽刺 抨击木油丁 讽刺土团 不会 其实老马只要站出来 为了马来人大团结 我觉得我之前是走错了 我去相信西蒙 我现在跟广大的马来同胞道歉 然后呼吁我们马来同胞大团结 国盟可以让我们马来政党 我们马来NGO 老马一直强调 他有上百个NGO在背后支持他们 一起加入到这个阵营里面 老马公开这样子讲 国盟一定要给他脸 但老马不这样子做 所以 老马 为什么会谣传老马在 要跟国盟合作 其实不是 是他儿子要跟国盟合作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的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老马现在这样子做的事情 其实最终得意的人 是沙都 但是我告诉你 老马还是 不这样子认为 他认为 他走回以前的路线 唤起马来同胞的危机意识 我的选票就会回来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悲哀的局面 老马现在 为他人做嫁衣 他一直在努力 他一直在奋斗 一直在挣扎 但是这个困着他的网 只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 当老马越走极端的时候 他帮拉抬了这个极端的火焰 保守的火焰 而这个保守的火焰 是忘国盟的 也对我们马来西亚的社会风气是不好的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最后再讲一下 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四次不能举办成功 有没有政府的干预在里面 我不知道 但是有在按照 土权党的说法 是已经给了 这个定金 甚至已经谈好了 last minute 才来宣布 才来通知 不给他们使用 有没有政府的干预 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如果你问我 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老马不需要这个宣言大会 来宣扬他的保守理念 不需要 你去看他的贴文 随便都有几千个like 上网个like 然后都会有很多人转发的 因为他有他的威望在那边 虽然他不能迎喜位 但是他的影响力还是有 你给他办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当他办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国盟没有参与 我告诉你 这个马来宣言大会 可以掀起的联谊 可以掀起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为最大保守势力 没有参与到里面 老马办的成功 就是自己讲自己爽而已 他现在办的不成功 反而他可以运用这个不成功 来炒作一个气氛 大家怕我 大家压制我 收刮这个通行票 让他这个气焰更长 其实政府应该做的 像我刚才讲 现在老马一直这样子讲 然后国盟很明显 他们也在炒作保守的思维 说像哈迪阿旺 是站在最前线 政府要如何应对 政府要做的 讲过很多次了 不是去竞争保守 有一些大局观的人会跟你讲 所以我们行动党要更低调 行动党要更近 当我们被人抨击的时候 我们做事情就好 什么都不要回应 给马来同胞去回应就可以了 有一些人是抱持这样子的看法 所谓的大局论 这是错误的 因为你丢给马来同胞去回应 他们是不敢直面跟他交锋的 因为马上就会被抹黑 所以就连法米这样子的开明派 也摇身已变变成了保守派 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在这种保守的直球对决里面 你是不敢凸显自己是开明派的 因为要被抹黑是非常容易的 跟行动党回应是一样的道理 很容易就被抹黑 你讲什么话就会被抹黑 所以现在联合政府 如果你抱持这个大局论 会有怎么样的情况 保守气焰上涨 最好的情况是联合政府不回应 然后也不敢做改革 就让这样子保守气焰再上涨 那最后受害的是不是政府的一方 所以不应该如此 不是为了大局 这个大局你这样子做下去 就是一个妥妥的败局 政府应该做的是 谁有去质疑其他种族 谁有质疑公民的权利 把任何的国民视为外来者 把任何的宗教视为不对的 视为妖异的邪说 那你就应该采取行动 这是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 不是别人批评回教 或者是批评马来同胞 当然不应该 所以他们会被对付 但是有些人大力的抨击其他宗教 大力的抨击其他种族 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家还记得吗 到现在完全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他是公然在万人大会之上 抨击贬低其他宗教的 所以要做的应该是公平之法 抨击回教 污蔑回教的 抓 污蔑马来同胞的 抓 但是抨击其他宗教 抨击其他种族权益 抨击其他国民权利的人 你也一样要抓 一视同仁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坚守自己开明的路线 你是不可能可以拉到一张保守选票的 不可能 千千万万要明白这一点 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这些大局的看法 我不知道是他们真心认为 我这样子做是对的 我不是讲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很可能是因为权利 我联合政府不可以倒 所以我静静吃我的黄粮就可以了 我做好我的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马华当年的思维 马华当年就是我在政府里面 尽量做事情 华社会看到的 我们不用去跟巫统吵 不用去纠正巫统 举荐这些事情 我们做好我们的事情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马华一路以来的想法 我们不要高调做事 我们要低调办事就可以了 以前有黄家定有推一个口号 什么轻轻拜拜做人 这些 他要带出的想法就是这一点 现在行动党其实是在走回这个旧路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坚守保守路线 做大中间派的选票 而不是让选票各走极端化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非无意的选票完全集中在西蒙 的意愿降低 所以这个大举论不可以再给这样子的态势 再支撑 不可以再助长保守派的气焰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没有 touch 到这些制度性的改革 你看讲不可以有这个 political appointment 我们就是政治任命的这样情况 西蒙现在已经完全打破了 两三个月前才讲我们政府不会有任何政治委任 现在至少有五六位被政治委任 诚信党有公正党有巫统也有 只有火箭没有 所以火箭没有 你的盟友全部在做 违背了自己的路线 违背了自己的行业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不应该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respectable的政治人物 以前吉兰丹的富州大臣 很respectable的政治人物 他是Nik Aziz的土地 现在他也被委认为什么全国防务局的主席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不对我们就要说不对 希望西蒙政府可以看到这一点 不要再让人民失望 你去竞争保守 只会让你的支持基本盘 再度降低再度的崩解 不要以为大局 因为对手很烂 你的票不可能给他 所以我不用出身 你的票也会给我 这马华当年的思维 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了 马华可以赢下80%90%的席位 你问他有想过 现在只剩两席只剩一席吗 他也没有想到的 西蒙谁能在周亦能复周 所以永远要记得这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讲题就到这里了 刚才很顺利的突破5000人了 也已经两个小时 心跳X6超能养生意 最懂你 最懂你 AI皮拉扫描 只要我的手指 跟你的手指碰一碰30秒 马上就能知道 你身体的疲劳指数 血氧还有心跳 每一次都为你打造 独一无二的按摩程序 新一代AIR 3D按摩 该大力就大力 该小力就小力 超大按摩覆盖范围 有前有后 马上让你有个 像真人按摩一样的感觉 360度热疗功能 给你360度的暖暖包 有钱有后 让你想暖哪里 就暖哪里 东小姐 东小姐 你很好 什么都懂 Gintel X6超能养生意 最懂你 最懂你 Gintel